今年成立的烧明纸规范行动联盟 在农历七月期间展开公众教育活动 初步的成果令人鼓舞 行动联盟指出 所接获的相关反馈 从去年的超过3400个 减少到近3000个 来看记者李华的报道 荷兰五级芝麻市政理事会 在今年农历七月 向居民分发海报 示范焚烧明纸的正确做法 市政会说 更多居民自动自发清理祭品 并焚烧适量明纸 所接到的相关反馈 同比少了14% 比如说我们的这些焚烧的桶 我们可能会看在适当的地点 再多放一些 看市场还有什么好的 更好的产品 减轻这个焚烧 对其他居民的影响 行动联盟指出 农历新年也有民间祭拜习俗 因此将加强公共教育宣导 让信众了解在大年初九 拜天宫时的一些正确祭拜方法 如果从一个执法的这个角度来做这件事的话 可能效果适得其反 而且我们在过去几个月 应该说我们所吸取的经验当中 其实也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我们用这种比较贴近群众的这个做法 可能效果还是有的 国家发展部表示 焚烧名指规范行动联盟是展现社区如何在打造更宜居环境上 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很好的例子 这也是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 目前同社区企业国人合作致力实现的目标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一华报道